大家好,我是冰斗 今天我告诉大家 跟日本女生交往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女生一定先帮忙 准备筷子、盘子、倒水 我来帮你倒水吧 好重 因为我们会想办法 先满足男朋友的需要 我们怕变成男朋友的累赘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来 比如说,日子好饿 那自己可以买东西吃 不用男朋友的帮忙 如果男朋友要加班很晚回家的话 虽然我很想打电话给他 不是怕吵到他 只好忍耐 哈哈哈哈 很想打电话 怎么办 另外日本人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因为日本人很保守 你们不要被奇怪的影片误导 其实亲子在马路上牵手是OK 但是亲子也不太OK 因为有人不舒服 那你们都去哪里去哪里 在家里 最后我要谢谢妈妈 因为妈妈每天早起做我们的便当 做不同的菜 以前我的爸爸加班很晚回家的时候 妈妈等他做菜给他吃 所以妈妈母亲节快乐 希望很多人喜欢这个影片 在楼下如果有意见的话 在楼下留言 也忘记订阅 在楼下留言 在楼下留言 您知道 有多数